咱们很多的农户朋友啊 就是不管打什么样的农药啊 都会去加这个零酸二氢钾 零酸二氢钾呢可以说呢 里面既含有零 又含有一个钾 在做整个生长期呢 都需要这两种元素 但是是不是都应该去加这个零酸二氢钾呢 零酸二氢钾它这个ph值啊 也就是酸碱度 是呈这个酸性的啊 就是ph值大概在4.5左右 所以说呢 凡是碱性的一个农药啊 不建议去使用 大部分的杀菌剂 是生理酸性 或者是生理中性 当然也有一部分啊 生理碱性的 您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酮脂剂啊 油脊酮 像这个氢氧化酮 或者是一些这个波尔多叶 石榴合剂等等啊 这些呢一般都是偏碱性的啊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不要回用啊 不要回用 这样子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酸件中和 去到一个好的效果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 包括这个绿锐啊 就是绿锐液青药酸 也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和零酸二氢钾呢去进行回用 那么零酸二氢钾一般呢 就是生理酸性的这个农药啊 都可以去进行回用 呃您比如说这个 咱们在使用零酸二氢钾的时候啊 再加上这个壁壶啊 又可以起到一个防冻害的一个作用 您比如说这个 咱们作物如果说出现药害以后呢 又可以去喷洒这个零酸二氢钾 加上一些这个赤梅酸啊 加上葡萄糖 又可以去解决这个药害 可以说这个零酸二氢钾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本年视频呢就到这里吧